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三 無異意地通過美國華裔二戰老兵國會金質獎章的法案 幾個月前 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這項法案的目的在於表揚美國華裔老兵 在二戰當中所做的貢獻 國會金質獎章和總統自由勳章並稱為 美國兩個最高的非軍事榮譽 大約有2萬名的華裔美國人在二戰當中為國效力 他們當中一些人參軍入伍的時候 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還未廢除 這項限制華人移民美國的法案 在美國正式參戰兩年後才被廢除